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探索几个引人入胜的新闻话题 首先,从310国道的历史足迹开始 这条贯穿中国的国道不仅是交通的要道 更是文化的脉络 让我们重新认识5000年的中华文明 接着,我们将关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许多高校正在积极培养数字人才 为未来的经济增长铺平道路 最后,我们将介绍威海的简纸艺术 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正在以创新方式融入现代生活 推动社会风尚的变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易,在中华文明的广袤历史画卷中 310国道、215国道和104国道作为连接东西 纵贯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 不仅承载着经济发展 也见证了5000年文明的传承与变迁 从陕西宝基的青铜器和尊到泉州港的万寿塔 这些历史遗迹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的辉煌 辉煌的体现也是民族精神的传承 培养既懂数字技术又具备经济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高校纷纷探索新课程体系 强调基础与交叉学科的结合 力求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桥梁 通过产教融合 学生能够在真实的商业环境中学习 提升就业竞争力 促进教育与产业的良性循环 网易,简纸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威海市的简纸艺术培训中心 通过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 积极推动一封一俗的新封赏 简纸不仅是一种视觉艺术 更是一种文化表达 通过作品传递诚实手信 重得向善和保护环境等理念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 简纸艺术的推广 不仅让更多人了解和热爱这一传统文化 也为社会注入了新的文明理念 促进了社区的和谐与邻里间的友好关系 这种以艺术为载体的文化传承 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文化自信与创新精神 网易报道 华人科学家陈志坚因发现CGAS 环状鸟肝酸、腺肝酸和酶 而成为202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热门人选 他刚于9月获得拉斯克奖 这一奖项被视为诺奖的风向标 CGAS的发现为理解DNA如何激活免疫系统提供了重要线索 解决了科学界长达百年的难题 陈志坚的研究不仅揭示了CGAS在免疫反应中的关键作用 还为抗击感染、癌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尽管以CGAS为靶点的药物尚未上市 但相关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 腾讯评论了陈凯歌的新作《志愿君2》 称其为导演《重回辉煌》的作品 影片通过一系列角色的发展和战斗场景 深刻描绘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人性与情感 主角一家在战场上的聚散与重逢 展现了家庭的温暖与战争的残酷 陈凯歌巧妙地将个人情感与历史背景结合 塑造了一个个真实而饱满的角色 尤其是朱一龙的表现成为影片的亮点 影片不仅呈现了战争的激烈与残酷 同时也传达了爱国主义的情感 令人感动不已 网易分析了诺承建华的财务状况 指出尽管公司创始人施一公夫妇的财富 超过18亿元 但诺承建华自上市以来始终未能实现盈利 且在A股市场的股价波动剧烈 虽然公司在新药研发上有一定进展 但面临同行竞争和市场压力 仍需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施一公的知名度 使诺承建华备受关注 但公司的持续亏损与市场表现 却让投资者感到困惑 未来诺承建华需在新产品开发 和市场竞争力上寻找突破 以实现扭亏为盈的目标 网易报道 随着秋风的到来 上海北部的宝山寺 成为了人们心中的一处梦回大唐的圣地 这座寺庙不仅拥有传统的截篮纵 是布局和晚唐宫殿 是建筑风格 更是由梁思成的弟子设计 使用了古老的营造法式中的技法 进行重建 宝山四字明朝以来香火不断 近年来在社交平台上受到年轻人的热捧 成为最美寺庙的代表 寺内的每一处古建筑技法 都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尤其是启用笋卯结构构建的木结构建筑 体现了古代工匠的智慧与传承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参观 在另一篇报道中 网易聚焦了一场在上海横积 续挥天地举行的国庆管弦音乐会 特别的是这支乐队的平均年龄达到了65岁 成员们都是银发乐手 乐队的指挥王新生 以其丰富的音乐背景和热情 带领这群老年人共同演绎了多首经典曲目 乐队的成立不仅为社区带来了欢乐 也让这些乐手们找到了新的目标与归属感 书店经理吴浩则积极为乐队提供资源与支持 帮助他们获得演出机会 推动了社区文化的活跃发展 展现了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温暖互动 最后网易的报道提到 近期太阳活动频繁 短时间内爆发了多次要班 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专家指出 虽然地磁报可能会对卫星通信和航天器的运行造成影响 但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几乎没有影响 大家无需过于担心 这一系列太阳活动属于自然现象 预计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类似事件发生 随着太阳活动周期的变化 公众对于空间天气的关注也日益增强 科学家们将继续监测和研究这些现象 以更好地为人类生活提供保障 网易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 中国科技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 成为全球科技强国 中共十八大以来 科技创新被视为国家发展核心 推动了历史性变革与成果的涌现 展示会上 脑控神经康复训练机器人 垂直起降飞行器等创新成果引起国际关注 嫦娥6号的成功发射 更是彰显了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的卓越能力 国际科学界对此赞誉有加 中国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领先地位 得到了全球专家的认可 科技创新已成为中国的名片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民日报在湖南常德 非以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相辅相成 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能 通过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深度融合 常德河街不仅保护了历史文化 还创造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业态与产品 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这一模式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 鼓励各地挖掘地方特色传统文化 推动多元文化体验的发展 进而点亮美好生活 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人民日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 众多美术作品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的奋斗与成就 艺术家们通过雕塑 油画和中国画等多种形式 将家国情怀融入创作 描绘出百姓生活的变化 与国家发展的步伐 这些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 也是对未来的展望 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情怀 传递出希望与力量 通过艺术的表达 观众得以感受到新时代中国在高质量发展中的 蓬勃生机与无限可能 人民日报报道 位于黑龙江的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 不仅是中国石油工业的见证 更是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的传承之地 这些精神源于数代大庆人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的故事 尤其是1964年那首《我为祖国献石油》 激励着无数石油工人 投身于国家的石油事业 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发展历程 从一块严新开始 1959年松基三井的成功开井 标志着中国石油自己自足的开始 如今经过65年的发展 大庆油田的累计原油产量 已超过25亿吨 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 伟创在10月5日宣布 因遭受网络攻击 公司迅速启动防御机制 并已恢复正常运营 经过评估 伟创确认此次事件 未导致个人资料 或内部文档数据外泄 对运营也未造成重大影响 作为ODM专业供应商 伟创专注于信息与通讯产品 始终致力于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以应对未来可能的网络威胁 九丰山实验室 在硅光子芯片集成领域 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 成功点亮集成到硅基 芯片内部的激光光源 这一技术的实现 不仅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 也为数据中心 算力中心等多个领域 带来了革命性的推动 该实验室采用自研意志集成技术 通过复杂工艺 在8寸索亚晶圆内部完成 灵化阴激光气的集成 标志着我国在光电子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预示着未来芯片技术的重大革新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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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